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案件都对受害人 带来严重的伤害 被告罪名成立 第一项罪判监禁五年 我们发现单靠懲罚 是不喜欢令他停止再犯事 懲教署心理服务组 有专业的心理学家 经常透过心理辅导 帮他们改过自身 懲教署心理组 在1998年 成立了心理评估及治疗组 我们参考过外国成功的经验 研制出有效的心理评估 和治疗的方法 减低性罪犯再次犯罪的机会 另外为了减低社会的暴力罪行 我们也设计了防止暴力的小组治疗计划 提供给有使用暴力倾向的犯人 帮助他们纠正和暴力有关的思想模式 参加了心理专家的治疗计划之后 我学会了用多角度去想 没有那么容易冲动 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事物 今天我们的题目 其实是想说一下 如何可以在监房生活得好一些 适应监房生活 第一个要求 会不会是接受现实法的寄购 我同意李小姐你的说法 除了成年人之外 青少年年群结党 以不法的途径赚取金钱 甚至使用暴力 濫用药物 和饭问毒品 这些问题 也对香港社会的治安造成威胁 针对青少年犯人独有的思想模式 和行为习惯 心理组也设计了心理根深课程 和家庭根深课程 帮助青少年培养正面的 做人态度和价值观 并且帮助他们改善 和父母的关系 让他们可以再次融入社会 参加了这个课程后 我学会了关心别人的感受 不会像以前那样 只是懂得玩和害己害人 我也都明白到 冷若物对我自己和家人 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要保持自己一个清醒的头脑 不要让自己做错一些很后悔的事 在这个心理辅导小组 我学会了反省自己 和认真计划一下自己的将来 见到儿子想改 我们都很开心 为了支持他 我都可以参加心理组安排的电影广座 在这个广座 我们学会了如何和儿子 如何沟通 和管教他们 自从用了他们教的技巧之后 我和我儿子的关系真的好了 我们全家人都会尽全力支持他 希望社会人士都会接受他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为犯人而设的心理健康计划 希望透过一些心理重书 和松弛录音带 来帮助犯人保持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对任何年龄 任何阶层的人都同样重要 我们愿意和广大的市民 一起建设更健康和谐的城市 感谢观看